在香港动作片里,因为有许多需要大量体力和经受大量伤通的原因,所以男性演员占据了一大部分,可以说是站在支配的位置上。 但功夫不只是男人的专利,女性照样可以大展拳脚不让须眉。 要说最能打的女性,那必定少不了也曾宏极一时的武打女性大到尤加利。 大到尤加利出生于日本,和大多端庄爱美的日本女生不同,她从小就喜欢上了武术。 小时候妈妈为了培养她的专注力,特意送她去学习刚柔流空手道,却没想到她一下就喜欢上了武术,而且学武天赋极高。 16岁时就在空手道比赛中,打败所有人拿到了女子冠军。 与此同时,她还精通柔道和体操,身体柔软到可以做出大约180度的腿扩张。 回旋听也能踢到头部或者颈部。 值得一提的是,大导游加利的师爷是空手道大师苍天宝招,在香港的动作片中出镜率极高,颇有名气,还和李小龙是好朋友。 之后大导游加利又考上了千亿真一创办的动作演员学校,而千亿真一也是数一数二的动作演员。 有这样强的武打背景和经历,可以说大导游加利的前途一片光明。 但她并没想过要踏入娱乐圈当动作演员,反而报名了体育学校。 想着毕业后做一名体育老师,那时华语电影在日本大约收获了近1000亿的票房。 其中有600亿都是成龙主演的动作电影,不少人都受成龙的影响去学习武术。 大导游加利也在偶然间看到了成龙的电影《湿地出马》,片中精彩的打斗场面不断吸引着她。 这时她才明白原来自己的职业不应该是体育老师,而是一名动作演员。 大导游加利决定进军演艺圈,成龙还因此成了她的偶像。 在以后两人还有不小的渊源,刚踏入演艺圈的大导游加利只能在片中担任一些配角或女打手的角色, 没有太多展示自己的机会,而且那时日本的影视剧还是以文艺片和家庭片为主,很少有武打片。 如果继续这样发展下去,那等于是浪费了大导游加利的一身功夫。 看不到星图的大导游加利将目光放在了发展空间更大的华语电影市场。 而且十几年前,师爷苍天宝招就在那儿打出了一片天下。 80年代,大导游加利只身前往华语影探闯荡,她刚倒就在《欢乐龙虎榜》里担任了主角。 之后在《苍天宝招》的吉利推荐下,大导游加利参与了红金宝导演的富贵列车。 虽然戏份不多,但她展示的身手却有了精彩,身轻如燕,进发超群,完全发挥了自身的优势。 那时女性为主的动作片才刚刚兴起,会武术的女演员在影坛相当匮乏。 大导游加利则凭借富贵列车中的金面亮相一炮而红,打入了动作影坛。 从此片约接连不断,参演了多部动作片,在《天使行动》《陈底恶》《龙之声霸》中均有令人看服的动作演出。 其中最具人物特点的当属天使行动中心狠手辣的杨玲,虐待敌人的手段让人看得发指。 结尾还有和李赛峰对打的戏份,两人的表演均令人感到惊艳。 与富贵列车中截然不同的表演,让大导游加利在香港动作女星面前站稳了脚跟。 这期间他引起了导演陈勋奇的注意,在开拍电影《龙之声霸》时,他专门找到大导游加利,希望他能参演里面的一个角色。 大导游加利也没有让他失望,在拍摄打戏时全城火力全开,两人还因此成了老搭档,在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都有合作。 据大导游加利透露,在拍摄《龙之声霸》最后一场戏时,他和对打男演员的打戏迟迟不过关。 两人设计的对打动作一直卡在一个地方,觉得怎么出招都不合适,在场的所有人都一筹摸战。 这时导演突然想起成龙在附近拍戏,不如给他打个电话,让他来指导一下。 成龙来到片场后稍作思考,就设计出了一场经典的大戏,也算是圆了《小明媚》大导游加利的梦。 我认词在食品箱上手持有器层的掌握,开适中转。 因此,若你认词 soro,予非喜喜愿的,我认词是否议出了冷却和通癒, 我认词若是否则的,云干。 让我认词若是否认词若是否认词若是否。 那在拍摄了一张这个珍质的低,要光是否认词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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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济益这些捏地。 虽然大导游家丽没有李赛凤 胡慧中等女打星 长相甜美 五官也拼硬朗 但配上她一正一邪的气质 反而让观众们眼前一亮 在梦醒穴位亭中 她一身中性打扮 帅气的短发 冷酷性格 和充满女人味的李赛凤 形成鲜明对比 这样的大导游家丽 不禁让观众们感到惊喜 在这之后 大导游家丽延续了这种风格 这种做法 更是承受了她 最为经典的一个角色 那就是电影《丽王》中的 西操黄泉 这次大导游家丽 直接扮演了一名男性角色 她外表看上去不阴不阳 第一眼就让人印象深刻 在影片里暴虐的表演 简直是人们的同一阴影 反骨仔 今次不会割条你这么便宜你了 据说在拍摄《与丽王打斗》的戏份时 大导游家丽由于离火源太近 后背都被火点着了 火苗窜上来把后波警撩了很多水炮 但她坚持说完台词才跑开 彼此现在只要有打戏 就用替身的演员来说 真的是太敬业了 大导游家丽本身就有身后的武打功底 细致也是女打心中数一数二的 既可以饰演冷血杀手 也能饰演热血女警探 可以说每种角色 她都能轻松驾驭 系路极宽 再加上成龙时不时的武术指导 大导游家丽逐渐在香港 占有一席之地 成为了最具有票房号召力的 女打心之一 虽然事业发展得顺风顺水 但她的两段婚姻 却没有那么顺利 第一个就是在《古惑仔》里 饰演司徒浩南的郑浩南 两人在1991年结婚 那时香港的风月市场很失盛行 刚好郑浩南的视野陷入了瓶颈 大导游家丽就劝说郑浩南 去三级片领域发展 郑浩南依然拍摄了40多部三级片 有点乐不思索的意思 这期间夫妻两人还共同出演了一部 被众人称为奇葩烂片的 兴气公知 可惜的是两人的婚姻只维持了三年 1994年 他们选择了离婚 第二段婚姻就是 演演原家导演的高飞 为了能让高飞的导演事业有所成就 她还为此出演了不少 由高飞指导的C级动作片 遗憾的是这段婚姻依旧没维持太久 1998年 大导游家丽在拍摄过程中意外受伤 导致膝盖任态断裂 还被医生告知 以后都不能再做高难度动作 这就意味着 她的动作演员生涯要到此为止了 再加上90年代后期 打理电影逐渐走向下坡路 不再想一见辉煌了 大导游家丽干脆回到了日本 在老家福岡开设了武术班 当一个武术老师传授功夫 生活又回到了当初的轨道 极少在大众面前露面 如今大导游家丽已经58岁了 最近一次出演 还是2011年的杨门女将之 君丽如山 之后就再也没拍过戏 前段时间网上流传了一组她的近照 从照片上来看 岁月在她脸上留下了不少痕迹 但因为常年练武 她的身材依旧保持得很好 气质依旧出众 如今千番过境 八九十年代的达女 结婚的结婚 隐退的隐退 当今影团的动作演员 早已前红不接 很难再找出一个真材实料的武打演员 达女更是奇迹为零 真功夫的电影越来越少 达女也已然成为了历史名词 好了 以上就是我们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让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核心者 播放